一瀉時一瀉情 一瀉好陰暗 宋明念,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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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成績多高 創過人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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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幻想怎樣 絕對是驕傲 但是很可惜 功虧一貴 我是怎樣 其實我是真的有想看 我是想看決賽 8時50 看完就出門 對 然後蘇炳彤出場 用尺來量度起跑 是起跑戲 是起跑戲 那些我也有看 然後我女兒突然說要安尿尿 那我太太就捧了她去廁所 因為小朋友兩歲多 不懂自己的廁所 然後去廁所捧了廁所 然後安尿尿回來 突然整個場的燈光熄了 然後在跑道裡又這樣又這樣 即是每個選手的名字都出來 對 就是在這個時刻千鈞一發之際 所以我太太弄完女兒去廁所 然後坐下一搓 坐正的遙控器 就懂得坐機頂盒 你知道嗎 懂電視是不要緊的 你穿回來就馬上看了 你懂機頂盒就麻煩了 這家東西 然後轉轉轉轉 轉一輪廣告 你知道嗎 對 轉完人家9秒鐘 10秒之內什麼都跑了 對 沒錯 轉完之後 所以 冤架頭債主 大家要怪怪的字 我是沒有看的 我看了就可以 即是跡新決賽 第六 真是多厲害 可惜 你看到人家的決賽成績 比半決賽還差 沒有 大部分選手都是 除了冠軍 除了冠軍 沒差過半決賽之後 全部選手成績低 真的嗎 對 全部低了 冠軍的成績是多少 9秒80 9秒80 他半決賽跑多少 8... 8... 8三還是8四 8三八四 即有兩個8三 好像有兩個8四 對 他就是80就拿冠軍 哦 是意大利 流力 不知道 真的 接著 那邊意大利有個跳高的冠軍 在終點等著他 兩個人一起 相容 那個跳高冠軍都很好得戚 是 他是這樣 雙冠軍 原來是雙冠軍 是兩個人商量的 自己夾 我們兩個鬥不鬥 不鬥就一起拿 那當然是不鬥 鬥就拿銀牌 鬥來做什麼 原來兩個人討論就可以了 是 完全不用理會規矩 這些就是規矩 這些就是規矩 那一段我也有看 很開心 關鍵就是卡塔爾 卡塔爾的選手 很厲害 那個手很猛 整支竹 你形容一個人像竹 就是卡塔爾的那個跳高選手 扁形 是啊 他又很貪美 他戴著錶 戴著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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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落地 首先扶回副超 不是 副超永遠跌出去 要撿回副超 要撿回 要撿回 戴回副超 對 大哥 你不碟 你只是駕駛 不是 臭屈不明白 但是 兩個人一聊天 哇 開心得到意大利 厲害 兩個人抱著 其實兩個人都開心 大家都沒有必勝的信心 因為看到大家 其實最後一跳 全部都歪了 如果意大利過了 意大利拿半軍 是啊 所以兩個人想想就算了 而且裁判有得這樣談 真的 我真的第一次見開心 當然 大哥 不是一輸 阿君差很遠 是啊 在關鍵上 剛剛還沒說 這個卡塔爾的跳高運動員 大家有沒有 不知道有沒有留意 他的錶 他的錶 他的錶超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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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大家都留意他的副超 他的副超 是的 他的錶應該現在 在市面上 是完全買不到的 完全買不到的 Richard Mell Richard Mell 他這隻應該是 零幾 零八 反正他這隻錶已經 炒價 炒價 我不知道實際成交價多少 但炒價已經接近三百萬 他的錶 人民幣 超貴 超貴 但那隻錶你帶著跳高 真的不怕 很薄 那隻錶很輕的 那隻錶 那隻錶 除了一兩隻 是雙轉的 那些 是重一點之外 其他很輕 就像紙那麼輕 我告訴你 是的 比運動手環更輕 是的 他肯定不害怕 他大褲超 跌來跌去也不害怕 完全不影響他的發揮 不過我後來 我撈了一輪廣告 撈了一輪廣告 然後 已經跑完了 已經跑完了 多開心 我看到蘇炳隊 生氣著國旗 哇 怎樣怎樣怎樣 我想今晚就拿牌 是的 隨便一隻 後來又看到有個外國人生氣 你生氣什麼 你生氣什麼 人家蘇炳隊生氣 你生氣什麼 後來想想 只有三個 然後我趕快去看 我趕快去看 我趕快去看 原來又是 被人罰出來的 是不是意大利 不是 是英國的 英國的 我發現英國經常搗亂 英國是負責來搗亂 這個世界 他也不想被人罰出來 你知道蘇炳天嗎 其實就是靠起跑的東西快 絕對 你有一個搶跑 無言之際 就是增加了他的心理壓力 在那一刻 那一刻其實 小小的心理 一絲的變化 絕對都會影響到發揮 絕對 所以蘇炳天 其實我看回 他起跑肯定不是這組人裏最快 是最慢的 應該是最慢 是最慢的起跑 所以這一下就搞死他 他半決賽就靠起跑 一下就大前 他最後的成績是多少個決賽 9秒98 9秒98 起跑到最少 令他輸了0.2 其實他應該是 9秒98 就拿冠軍了 是 是 真的 雙影過佬經常來搗亂 我跟你說 對 即是影響了 而這個起跑著稱的阿叔影 是 是 你搞什麼 其實又是你壞 你噁口 我什麼事 你昨天在節目中說不說你 又說什麼 搶跑 又紅牌罰出場 那昨天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那你說的 還要不知哪個烏鴉口 我看廣東體育的 就說 蘇炳天競爭 對手變了六個 哈哈哈哈 你跑第一 你告訴我 其他有幾個 有八百港後邊 你任由他 不是 說笑而已 不是烏鴉口 因為蘇炳天競爭 可以拿到一塊牌 但現在拿到前六 我覺得已經很厲害了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第一可以入到決賽 已經是非常厲害了 第二是破了亞洲紀錄 個人的PB 太厲害了 我全中人都為之而驕傲 廣東選手 蘇炳天競爭 所以我們相成 打節打節打節 打節 大家支持蘇炳天競爭 全部可以享受這個特備的價錢 健文跟我們說 第二次起跑的時間是0.167 即是最 你算是好了 9秒98 減到0.167 即是你想要他0就起跑 喂 答正啊 這麼誇張 0.167還是拿不到冠軍 因為0.2 0.18 就打和 是 都拿到牌 拿到牌了 我為什麼說英國人搞搞震 英國人搞震 我發現自從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敦克爾特 敦克爾特 大撤退之後 其實就是那時候 希特勒自己不知道為什麼 追到那裡就不追了 結果被英國軍隊 在二次世界大戰 有一個戰略性的大撤退 全部撤回英倫三島 即是被他走掉 是的 當時邱吉爾就說 他希望可以撤退兩三萬人 但最後如果沒有記錯 是撤退了二三十萬人 是保留了實力的 為這個二次大戰的勝利 其實這個大撤退真是功不可沒 但是我說的不是這件事 說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英國其實全世界的殖民地 越來越少 然後其實他的角力越來越弱 然後他做什麼呢 在每一個殖民地走之前 全部是搞震的 對不對 無論是印度巴基斯坦 這些所有我們看到的殖民地 他走還走 他一定要搞亂你的 對不對 我想大家都知道 他怎樣都要搞事 他肯走 沒錯 包括在香港問題上 都是要搞事才肯走 OK 不說軍力方面 英國很多年都沒有航空母艦 英國軍方說 我們要航空母艦 於是國會批來批去 應該是62億磅 給他做這個航空母艦 然後超級超級超級 又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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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做好了這個航空母艦 終於做好了這個航空母艦 叫做什麼 伊利沙伯女王號 那麼近段時間就開始猶豫 沒錯 其實很多人說 英國人是一個英國航空母艦群 你走來我們亞洲做什麼 你走來南中國海做什麼 其實就是搞搞陣 他為什麼搞搞陣 因為他根本上搞完這個航空母艦之後 糟了 航空母艦不是一部 是一個群 是一個戰鬥群 其他武力搞了 沒有錢搞了 即是一部航空母艦是不行的 對 然後航空母艦 就要讓他們補充 當然最關鍵 是甚麼 上面有艦載飛機 艦載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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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人來過中國 看到一個共享單車 於是突然間有了靈感 於是他為什麼要來南中國海呢 他玩共享 知不知道什麼叫共享 他就開出空母艦 上面沒有飛機 然後美國的飛機 印度的飛機 其他國家的飛機 在那裏練習 接著他收錢 接著其他一個驅逐艦在旁邊 他之前去了烏克蘭轉一圈 為什麼當時我們節目中 我都帶著移民所以才研究這個問題 為什麼英國無緣無故去烏克蘭 他怨耀武力嗎 狗不行 一部這樣的事情 沒什麼可以怨耀 我當時不知道一部這樣的事情 原來他就是共享經濟 你明白了嗎 為什麼俄羅斯夠膽開火趕他扯 就知道他沒有實力 是留東西來的 但是他當時就給其他幾個國家 其他幾個北米的國家 在他那裏 航空母艦起飛 諸如此類 做演習 共享經濟收錢 如果沒有這些錢 他連維護也沒有錢 是嗎 連油也沒有錢 所以為什麼在烏克蘭被俄羅斯嚇走了 就是來南中國海 來中國南海 南海問 給其他國家你飛 又是 主要是為了共享經濟收錢 收錢 沒錯 真是佼佼鎮 真的不知所謂 今晚還要佼蘇餅 你是不是真的有一個佼佼鎮 超金無地佼佼鎮 真的 沒錯 這個朋友說 這個朋友說 看這個時間 突然想起吳亦凡 他九點半就要睡覺了 以後都聽不到你們的節目 好像十點鐘睡覺 好像十點鐘 可以聽半小時 如果可以聽的話 應該是電視廣播應該是OK的 沒錯 一聖誕式 沒錯 你現在在聽的節目 就是一些事一些情 逢星日到星期五 不是 應該說 星期一到星期五 總是說 剛剛那邊剪掉 後期 好 你現在在聽的節目 就是叫做一些事一些情 逢星期六及星期二晚上九點半 都會出現在全宇宙最好聽的 這個珠光機制廣播電台裏 而這個星期一 星期一晚的九點 就會出現在Hugo的一些事一些情 的這個視頻號直播裏 當然 今晚我們做節目的時間 大家都可以在Hugo的一些事一些情 的視頻號裡面 看到我們的直播 以及跟我們一起主持這個節目 沒錯 今晚的節目和昨晚一樣 同樣都會在節目期間 特別在節目差不多結束的時候 都會有抽獎 所以放心 昨晚抽不到朋友 今晚繼續留意我們的微信視頻號 Hugo的一些事一情 沒錯 沒錯 我們今天加多倫的抽獎 好嗎 加多倫的抽獎 每輪就抽兩位 每輪抽兩位 因為是蘇炳 我們加多倫 沒錯 加多倫 到五千人的時候 在Hugo的一些事一些情 的微信視頻號 夠五千人觀看 我們就抽一輪 接著第二輪就是六千 或者更厲害 七千 第二輪就是七千 第二輪七千人的我們送厲害一點 好嗎 一定要 厲害一點 我們送出來送厲害一點 好 如果您現在通過Hugo的一些事一寫情 這個微信 視頻號 就是聽著看著我們節目 和參與著我們節目的朋友 立即把我們直播的鏈接 轉發出你的朋友圈 或者一些比較活躍的群 讓大家一起看我們的節目 對 這個朋友說 說起跑 如果真的少於0.1起跑的速度 就會判犯規 他說 蘇炳隊在半決賽起跑是0.14多 你以為如果決賽是0.11就正 或者0.1就完美了 即是踩著線去 對 這樣就完美了 完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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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好像什麼 想說東哥 是不是想想他今晚正在做 免得爆他糟糕了 東哥很厲害 東哥 哪講波 哪跟我們回微信 可以 你在電視上看到他講波 那邊收到微信 就是在電視上幫所有的朋友直播 那邊在微信就幫我們直播 對 太厲害了 大波東 真的 這個朋友是19比17 誰是19比17比17 你說聲 我怎麼知道是誰會贏 是第幾局的說聲 雖然兩邊應該是中國選手 不是 不是嗎 兩邊都是中國選手 不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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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中國台北選手 雖然兩邊都是中國選手 但你也跟我說誰會贏 誰正在領先 這個傳統的名字 這朋友已經說 已經到金排點了 哇 三個冠軍點 二十比十七 有三個冠軍點 21分就是拿冠軍 二十比十八 這朋友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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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二十比十八有兩個冠軍點 持續 好緊張 好緊張 嗯 OK 對台北嘛 對台北 20比18 小環運 多謝你 Cindy也跟我們說20比18 哎呀 你快點 打球而已 不用人 要抹一下汗 喝東西是這樣的 這樣的嗎 當然 天涯荒操 中國贏 都是我們中國贏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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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兩個冠軍點 21比18就是完美結束 沒錯 很緊張 緊張的時候 我有一個經驗 往往最緊張的時候 你為了延長 你應該分散注意力 我們說些其他東西 哦 贏了 Yes Yes 21比18 又拿多一面的奧運金牌 21.57分30秒 吳亦凡還看到 如果在看 這麼關心他 今天這個朋友很好 他發了北京第三刊搜索的菜單給我 你那時候是減肥參單 是嗎 21比18 21比18 就贏了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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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對冠軍叫什麼名字 不知道 你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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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就不知道 沒有 只是不看 沒有看 陳與菲 陳與菲 原來叫陳與菲 陳與菲 是 陳與菲 這是羽毛球女單決賽 中國運動員陳與菲 這位朋友說 今天是我的生日 快點開金口 中國快點找個男朋友 謝謝 不用客氣 一定行 好 這位朋友說 應該可以申請聽 聽心機 是可以的 反正看電視都可以 聽心機都可以 但問題是 大哥 他不在廣州 他在北京 不知道可以不可以用網絡 對 如果北京用心機 真的聽不到 是不是第三方搜索 不知道 應該聽不到 他說可以一邊踩著衣車 一邊聽 他是廣州大的 聽得明粵語 當然會說 這位朋友說 後來還有 四成一百的男子接力 蘇神 加油加油 今晚跑過去 不是 之後還有 今晚田徑賽場 最後一個賽事 就是一百位決賽 唉 我老命 跑了他 不是 神也跑不到 真的 好 很多朋友 攀身大顧 我姓陳 陳宇飛姓陳 我姓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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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經驗 北京時間22點 我是晴朗 到時廣東經濟 珠江經濟台 珠江的 尾美靈靈靈 新驚喜 珠江經濟 融合新建地 再借下 紛紛紛紫 信 換發 超流美麗 一體穿著 珠江經濟台 對了 歡迎回來我們節目 一瀉事一瀉情 剛剛都說完了 剛剛都說過 剛剛都說過 到五千人 在Hugo.com 一瀉事一瀉情 Hugo.com 一瀉事一瀉情 微信視頻號 到五千人看 其實要求很低 我們會先搞一輪抽獎 先搞一輪抽獎 好 當然很多朋友都在介紹 在哪裡可以聽電台 在天貓精靈可以收聽電台 當然了 現在聽電台最方便的方式 如果在駕駛車 或者有心機 就用心機來聽 FM97.4 當然了 如果有網絡的話 就用Hugo.com 一瀉事一瀉情 微信視頻號聽 是最方便的 不僅有得聽 還有得看 嗯 你有沒有分享 相得慢手 我和男朋友剛剛在一起 兩個月 他現在處於一個創業階段 生意一直在虧 很困難 現在大部分時間 都是我主動聯絡他 基本上我不找他 他就不找我 是 他回我微信的時候 感覺有點膚顯 現在我也不想聯繫他 我擔心 感覺上好像打擾了他 我知道我要理解他 我都沒有這樣黏著他 煩著他 他現在和我冷戰 是不是不想和我在一起 是 男生創業階段很困難 很艱難 是 這樣對女朋友 我覺得其實男生在創業的時間上 第一面對很多困難 第二會接受很多打擊和挫折 所以 情緒有點不高 其實作為他女朋友 應該理解他 我也應該理解他 而且受到那麼多挫折 打擊的時候 情緒肯定會相當不穩定 所以有時候可能的言語 脾氣 會有些過激的表現出來 其實都需要理解 我們不是說是一個男權分子 不是說女生應該對男生 怎樣也怎樣 如果反過來 女朋友在創業 作為男生來說 都應該體諒 一定要理解 對 創業階段 創業者真的需要很多的體諒 我那天 我沒有說是誰 他現在正在找B輪 他正在找B輪 然後B輪 很多公司都上來跟他們聊 然後他說 簡直是一個煎熬和備受打擊的過程 是嗎 即是那些投資方 對 他說投資方 一開始跟你接觸那些 基本上現在全部都是90後 90後 他上來因為要跟他的經理 投資經理交代 或者是投資總監交代 你這間公司 聊了什麼 了解什麼情況 對 所以都是希望單刀直入 把所有問題 把他看到的問題說出來 所以作為一個創業者來說 很難受 就是他不斷地針對你 不斷地針對你的公司 你的公司有沒有存在價值 找你的公司的問題所在 對 對 當然這個是有提升過程 但是他真的 他說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 有一個他差一點 已經到他的情緒的臨界點了 是一個 99年的一個女生 是 是投行的 來他公司跟他談 然後 說完一輪之後 直指他的失業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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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失業邏輯不行 對 這個邏輯不行 你有沒有想好 你怎麼賺錢 你有沒有想到 你這間公司應該怎麼運營 你這件事你都搞不清楚 你開公司做這個項目 為了什麼 我想你知道 大哥 你99年 他計算一下 手指仔 99年 數來數去數幾歲 你這樣多大 數不過來 他說我做了20年生意 你在這裡質疑我 你在這裡質疑我 就是20年生意 不是說失敗那些 人家之前很成功 現在是開一個新項目 對不對 什麼都有 其實基本上財務自由 對不對 然後你說 你知不知道 你懂不懂做生意 你懂不懂賺錢 你懂得這麼多問題 我點頭 是不是 他說完全到臨界點 完全到臨界點 他說如果他真的多說兩句 他就爆了 是嗎 如果換了一個男 都有人爆了 可能是 可能是 就是一個女生 有得他 真的 所以創業裡面 創業的時候 其實真的有種種的艱辛 多點理解 或者找到恰當的機會 和他做一些交流 可能在這個階段 他可能又不想 太想 把自己的很多 覺得不好 或者不什麼地方 和朋友交流 是 沒錯 找到恰當的機會 是啊 作為一個男生 作為一個男生 一個創業者 他自己有自己的自尊心 對不對 他不會說 把問題跟你去分享 那麼 遇到什麼問題呢 其實中國男性都是這樣 把所有問題都自己扛 都是這樣 好 這位朋友說 相對我男朋友 因為創業而忽略了我 真的有很多創業男朋友 今晚 是嗎 是嗎 是同一個男人 哈哈哈 臭渣男創什麼業 不是的 不是的 開玩笑 相對男朋友 因為創業而忽略了我 他說想繼續愛 但因為投入的時間和金錢 因為投入的時間和金錢 所以會忽略我 然後我說他 就算一無所有 我也願意和他一起 嗯 但是我們整個月沒有聯繫 他叫我給他一些時間 去考慮一下 其實想問一下 男人在創業的時間 投入金錢 精力在工作上 是否真的會忽略另一半 不要說另一半 連自己也忽略了 對 因為他所謂的全副心思 在這裏 事不然其他方面的心思 肯定花少很多 是啊 真的不要說另一半 自己忽略了 有時你真的想一下 我今天有沒有吃飯 對啊 我昨天好像沒有睡覺 真的 知道嗎 對啦 所以對創業的男女朋友 給多點理解 對啦 找恰當的機會 跟他做一個溝通就可以了 沒錯 沒錯 好 這個朋友說 創業真的很恐怖 這個朋友說 我家裡的衛星電視 給有線電視直播 萬五分鐘 哈哈 真是宋明天在洗澡 我才知道他贏不贏 哈哈 宋明天跑了幾轉 哈哈 跑了幾轉 哈哈 已經回到酒店了 這個朋友說這個朋友厲害 慶祝中國金牌秀 現在是第一名 全網女低迷加我 我換秒通過 有緣人還加送結婚證一本 哈哈哈哈 哈哈 希望你也碰到有緣人 這個朋友說 哎呀 節目老婆遇上排卵期 哎呀 好累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頂牙相啊 那個人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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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球享受啊 嗯 哈哈 哈哈 哎呀 真是 這個朋友說 雙德偉中國老友 遠志偉轉正成功 他說再不轉正 就要回鄉耕耕田 祝大家萬事勝意 轉正轉正 對了 剛剛有個朋友問 想知道跳高雙冠軍 是奏國歌怎麼走呢 你旗可以一口一口 是啊 即是並列嗎 是啊 是啊 怎麼鬥兩次呢 有先有後 那誰先呢 是啊 包剪鎚 這些問題聞得好 哈哈 會不會由兩個選手來商量 是啊 自己決定包剪鎚 或者扔銀仔 哈哈 兩個人聊天 哎呀 這個雙冠軍真的開心 哈哈 這個朋友說 哎呀 我家的衛星電視真是慢 你們說了陳雨菲奪冠 電視才打到二十比十七 哈哈哈哈 所以有些東西 就特別去到很緊張的階段 自己留意自己看的東西就算了 嗯 沒錯 沒有那麼一心多用 那頭就知道 那頭就知道 這個朋友說 我老闆都是剛剛創業的 我還經常潑他冷水 太不應該了 我以後應該多鼓勵他 哈哈哈哈 哇 一個很好的反思 哈哈 厲害 這些真的 這些真的 創業很艱難 很艱難 這個做生意 做了二十幾年 都挺成功的 這個商人 就是因為做了一個新的項目 哇 讓一班的九零後 天天在這裡抽情 對啦 這個不行 那樣不行 怎樣才有大發展 這個問題 我相信每天都在問自己 輪到使你來問嗎 哈哈哈哈 唉 真的 好 這個時候 手頭上拿著一封email 這封email是這樣的 對啦 同樣都是來自我們充滿感情的電子喉箱 loveq at loveq.cn loveq at loveq.cn 說起這個創業 真的很多人有這個經歷 這個阿秋 就是我老公創業 忽略了我半年 都沒有煲過飯 是嗎 是 那又不對 是啊 我也說 經常忽略自己 是嗎 那煲飯這些 已經沒有這方面的需求了 那會不會是你提醒一下他 換起他這方面的需求呢 是的 瞭起他這方面的需求 已經不是換起 換起這個詞都ok的 都ok的 即是全部什麼黑色絲襪 走在他那裡 哈哈哈哈 不知道 霸行的妝啊 哈哈 不知道 不知道 即是她老公比較瘦 對啦 不知道她老公是哪種 才換得起 哈哈哈哈 是啊 應該 應該 好 讀Email 這封Email 很短的 Hilgo你好 簡單來說 就是我老公出了鬼 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辦 百度了一下 發現了林鳳嬌 林鳳嬌的處理方法 就是不哭不罵 他跟成龍說 你處理好自己的事 我跟孩子在背後支持你 如果有需要 我可以隨時出來 我可以隨時站出來幫你 請問是每個女人 都可以學這種做法的呢 嗯嗯 那其實呢 肯定不是每個女人都可以學這種做法 否則你就會看不到很多不支持唱反調的 聖旗出來 對不對 首先我覺得 首先我不知道你和你老公現在的出軌 你所謂你老公的出軌 已經到哪個程度上 成龍呢 那時候的情況是這樣的 他好像搞大了吳以利的肚子 是 是不是吳以利 是 是 嗯 我怕說錯名字 因為太久了 搞大了吳以利的肚子 吳以利 他下了他 吳以利本身 家裡也是有錢的 簡單來說 他其實不在乎你的錢 他只是在乎你的人 然後他不肯下 一定要生出來 即是要生出來 對 然後就好像生了這個小龍女出來 之後呢 大家知道 原來這個成龍是爸爸 這樣 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成龍就遇到一個很大的危機 再由一個演藝人來說 而且是這個中國演藝藝人的一個表表者 大家說 樹立了很多正面的警察 各方面的形象 突然出了這宗負面的新聞 就是 對於他個人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危機 對於他的人切 有很大的打擊 沒錯 你說如果 叫他好像陳冠希 那樣 說我退出娛樂圈 基本上不可能 基本上不可能 因為事業是如日方鐘 當時我不記得 他在荷里活發展未 好像未曾 沒有辦法 退出娛樂圈 而且大哥的形象很正面 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就需要他太太 林鳳嬌站出來支持他 即是要支持他 讓他度過這一關 沒錯 其實大家都很多人都在看笑話 對不對 你這樣 然後又重叛親 來老婆跟你來賣婚 隧道貼地 現在無論如何 首先他出來發表了一個定調 我犯了全世界男人都會犯錯誤 如果一個錯誤 全世界人都犯 其實這個基本上不屬於錯誤 是屬於常識 意思是就算犯都情有可原 簡單來說 這個不是 如果全世界人都會在這 走過這裏 全世界人都會跌倒 其實就是 沒有所謂 每個人都會跌倒 就不是跌倒 變成人生必經階段 對 必經階段 所以第一時間把這件事 我覺得這句話 作為公關的從業人員 應該真的學習 誰幫他量度出來 不知道 把自己做的壞事 跟全世界的男人拉平 扯平 網間在全世界的男人身上 令大家覺得 好像又不是很大件事 首先這件事 在這個時間上 家庭又來支持他 令到他有好男人形象 若然指上 如果我老公不好 我怎樣去支持他 只不過人都會犯錯 你犯錯 你先給他一次機會 給他機會 他改證 對 小朋友犯錯 罰抄書 罰棋 罰跑操場 罰完便可以 事情便過去了 對 對 在這一刻 林鳳嬌便站出來 沒錯 所以我不知道我們這個女主 你現在的狀況 你老公的狀況 是否跟成龍一樣 如果是的話 其實這招真的可以 當然 看我們寫貓尼的朋友 你本身的性格 對 有性格 你可否忍受著你內心的刺 對 沒錯 所以這一刻 你已經 我覺得 當然 如果你 你先生的情況 跟成龍 當年差不多 你這個時候 就要跟你先生 談好 要收多少錢 然後 房子又要過你名 諸如此類 意思是如何掌握 整個家庭的財政大權 對 趁這個機會 那些東西陳安樂定 你來支持他 如果不是 是 你憑什麼支持他 你畢竟是做錯事 沒錯 沒錯 一定要有代價 對嗎 你試試晚上買代價 不給錢 是嗎 不行的 代價即是等於錢 對 在我們說話的時候 很多朋友都幫我們倒數 已經倒數完畢 我們在微信視頻號 Hugo.sess.sess.sess.s.s 10到5千人看到 能力 過了五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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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抽獎 選二位一粉 抽獎 題目就是 今晚在微信視頻號 Hugo.says,Says成美信示範圍上面,我們有哪條運動褲是在做這個,我們是有三種顏色,同一款,三種顏色,黑白灰三種顏色的運動褲是在做特價的,價錢是多少,價錢是多少,價錢是多少,對,我們是Lion,運動休閒短褲,黑色,白色,以及灰色,三個款,我們是賣多少錢的, 在我們Hugo.says,Says成的這個微信視頻號上面,今晚做特價,賣多少錢,沒有人答到,不會吧,開始回答了,朋友們可以把正確答案發上來,我們這個微信視頻號,稍後我們都會有一個倒數,就會折平,折平抽取前兩位朋友可以獲得今晚第一輪的獎品,沒錯,321你也叫,好嗎,答案應該是大家知道,168元,沒錯, 321,切平,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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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哪兩位朋友可以獲得獎品,第一位就是張小立,Ken,第二位就是瓜仔,瓜仔,張小立和瓜仔,聯絡我們的客服, 一些事,一些事,一些情,我們一些事,一些情的微信的訂閱號,我們微信的訂閱號,一些事,一些情微信訂閱號,這樣,這兩位朋友,恭喜,恭喜,恭喜,但是抽不中的朋友都不要緊,抽不中的朋友不要緊,我們還有下一輪的, 三日去到7000人,就會有下一輪的抽獎,五千五啦,五千五啦,現在都五千一啦,六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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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輪,七千一輪,八千一輪,每一千就一輪,加上一輪, 到了一萬,送電視,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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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我家有新舊,別這麼壞,不要這麼壞,不敢漲網,那些就算了,那些就算了 對啦,沒錯,在直播期間可以通過我們FM974,珠江經濟國音樂電台,以及我們粵聽APP,以及我們一些事一些情的微信視頻號,搜索Hugo這些一些事情,都可以聽到節目 發到留言來主持節目 沒錯 剛剛讀完這封的email 這封的email就是希望我們可以幫到你 這個朋友在微博上跟我們說 紫蘇 我考了公務員 筆試成績第一名 總成績第六名 進入了面試 我的面試成績不是太理想 招考的崗位只招兩個人 捉我考上 支持相低到80歲 所有的考試已經結束了 你就靜候佳音 一定考到 不是第一 不得了 太優秀 不得了 恭喜 手上又拿著另一封的email 現在傳email給我們兩個途徑 不厭其反題 當然很多朋友都知道 不要說了 快點到email 但還有朋友肯定不知道 有時候我們聽到一件事 水過壓背 因為不關事 就像你昨天說 這個女子的 100米決賽 100米非人決賽 是同一晚 半決賽和決賽同一晚 一晚跑兩次 未到鬚丙天跑 我完全這些 我過濾了 聽過就算 不會留下 被過濾了 那些朋友都很想來這部舊電視 快點放上水魚 哈哈哈哈 說起舊電視 段寫來 我發現我家在醫務間 我太太有很多手袋 很多手袋 那些手袋 很多地方 那怎麼辦 我想真的拿上水魚賣 水魚 對 拿上水魚賣光 但不知道怎麼可以教 你知道嗎 買回來就貴 是嗎 那有沒有二手的 是不是都會有些市場價 好像沒有 你沒有一個牌子 每一個牌子 每一個款都不同 當然 怎麼市場 我不知道 好像專門有些賣 二手店 有啊 二手店上的價 但二手店有時候 你給那個再便宜一點 哈哈哈哈 這樣才有優惠 我不包他這些手袋 是在二手店有的 那些褲子 明白 大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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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分享一百元就可以了 軍價 哈哈哈哈哈哈 軍價一百元 多謝你 這個建議是一個好建議 九個九包油 這些 剛剛說一百元還算有點良心 其實人和人之間是說對比的 這些朋友都建議 其實都可以玩盲盒的 類似福袋 幾樣東西 一個package 多少錢 這樣 很貴啊 你盲盒是幾十元 玩而已 很貴 幾千元 很貴 本身一樣貴了 再幾樣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嘩 這個朋友厲害 這個朋友說 小我十三萬歲 其實是十三歲 我猜 十三歲的男朋友 介紹我聽你們這個節目 嗯 OK啊 這個男朋友是很優秀的 是 小我十三歲的男朋友 是 沒錯 介紹我聽這個節目 是 我猜我們的朋友 年紀也不會太大 25歲左右 哈哈哈哈 嘩 永遠25歲 嘩 嘩 直腹身很熱啊 OK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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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朋友叫你參考桂花江 哈哈哈哈 不如我去桂花江製作幾個給你們 好不好 嘩 你們有沒有這麼壞啊 這個朋友 這個朋友 戒懶賺 哈哈哈哈 這個朋友說什麼 這個朋友說 什麼時候有月餅買 我是VVV文 明天看我們9點鐘的直播 我們就會首推 我們一些事 明晚9點 明晚9點 我們直播就會推出 我們一些事 一些事 很好吃 很好吃的月餅 嘩 我為了你 今年的月餅 犧牲真的太大了 犧牲真的太大了 對嗎 薄命增肥 最少肥10斤 最少肥10斤 即是說這麼快 又到一年的中秋了 是啊 我們一些事 一些事的月餅 明天就隆重面試 對 沒錯 除了我們去年出過 在廣秀歡迎 未有時間 未有時間 大概是來這個中秋節 還有差不多 未到二十多天 已經斷貨 這個四重咒 四重咒 一口咬嘴 四種感受 四種口味 四重咒的月餅 一早就斷了 市 還有我們很好吃的 傳統的 雙網白蓮蓉 還有我們陳皮豆沙丸 我自己是豆沙愛好者 雙網白蓮蓉 陳皮豆沙丸 還有金腿五人月 今年也會推出 而且今年我現在還在研究 一個秘密武器 超級秘密武器 大家記得 之前我們出過一個 辣牛肉的月餅 剛剛 已經令到震驚這個月餅界 今年我現在希望可以趕得及 又是做一個超級的 也是敬請期待 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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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朋友 酒莊之旅十斤 月餅之旅十斤 是啊 你算了不少斤數 是啊 我希望 我上個星期直播的時候 還沒給大家看過我的手機 上星期一就是這個 167 169 169 169.2 169.2 反正 我明天早上會再檢查一下 如果 一周過後 如果去到167以下 166 去到166左右 166字頭 我可能有信心 怎樣 21 之前 我減到139 我又減到111 3條1 減30斤 上星期169 減到139 OK 到時我們看看數字上的變化 主要是看今週 是不是還是下行趨勢 如果是下行 我覺得還可以 這個朋友說 Hugo 今天是我的男朋友王栗的生日 祝他生日快樂 身體健康工作順利 同事也希望得到兩位的祝福 生日快樂 這個朋友說 蘇炳天的肌肉很好看 就快趕上巨石強心 他真是好看 巨石強心 你看他 蘇炳天的屁股 真的很厲害 肌肉方面 大腿 肌肉 團大肌 真的很厲害 很好看 跳得上腰 真的好看 我不是在讀這個Mail 有 對 發電郵給我們 兩種途徑 一種是傳統的 loveq at loveq.cn loveq at loveq.cn 記得是CN 應該有些朋友 發了去loveq.com 所以經常說 我發了過來 怎麼收到 沒有啊 沒有你說過題目 另外一個 簡單一點 另外一個就是 關注我們一些事 一些情的微信訂閱號 關注我們一些事 一些情的微信訂閱號 關注了之後 下面的菜單 最右邊的行點進去 就會有情感由傷的 大家都可以 隨著這個途徑 發電郵給我們 嗯 歡迎 將你們的故事 寫性文字 給我們 我們都會選擇出來 跟我們的朋友一起分享 嗯 對了 雙低你們好 我是一個 不是太稱職的男生朋友 斷斷續續 聽了十幾年了 比較少聽直播 都是聽重播多 只是在你們的小賣部 買過 啤酒 香水 和零食 本以為我這一輩子 都不會發電郵給你們兩位大佬 但想不到 一把年多我還有今天 北京時間 22點30分 我是子晴 寶石廣東經濟 朱江經濟台 對了對了 那封電郵 這個朋友 小想不到 都說今天會發電郵來 先說重點 我對兩老的敬佩之情 猶如滔滔光水連綿不住 一發不過收拾 聽你的節目 聽一期性讀十年輸 因為老師都沒有教過我 如何解決感情問題 Hilgo是我最佩服的人 能夠放棄自己的專業轉行 去開一間小賣部 這樣的勇氣不是人人都可以有 作為朋友來說 我們應該多點支持 Hilgo那段堅持有毅力有帥子 怪不得會迷惱萬千少女 只不過結婚之後 退位讓言比較遲 不是的 只是走另外一條路 對了 兩件事 兩件事 阿智依然在夜場再無對手 戚測風雲 迷倒萬千少女少婦 穿梭於萬樓花蟲之中 依然卻兩袖清風 你看看你 一無所謂 一無所謂 身在紅塵中卻漢破紅塵 智大師請受小弟一敗 真是屠嘆唏唏 生靈套單 你去野場 小弟語文水準有限 希望兩位大佬收貨 以下就和大家分享一個已婚男士自我騷動的故事 一位已婚男士如何自我騷動呢 他這個騷動有沒有影響到其他人呢 聽聽聽 因為疫情的原因 我創業失敗了 於是便離開公司上班 公司基本上都是九五後 對於我來說 一個八零後顯得格格不入 大家都比較專注於工作 上班時間很少溝通 氣氛實在有點沉悶 不過我上班幾天後 又來了一個新同事 是女生 她叫W 是一個比較高的女生 皮膚很白 染了少少黃色頭髮 普普通通沒有什麼特別的 感覺不像本地人 中午帶她去公司飯堂吃飯的時候 才了解到她原來是本地人 而且住得離我家很近 於是我就說 不如我請你上班下班 反正順路 她也同意了 OK 大家同事關係真是朋友 沒錯 其實不算太順路 都要多繞十幾分鐘 我個人沒什麼所謂 十幾分鐘 其實說快也很快 這個朋友真是沒什麼所謂 又不見男同事你這樣跟人說 又不見其他同事你這樣說 下一次上班的路童上 我車上放你的節目 原來她也是低迷 聽她說她17.8歲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聽你 應該是17.8歲 17.8歲 你0.8歲是多少個月呢 簡單 對嗎 對 12 12的0.8 對 0.8你也不會計嗎 即是9.6個月 她也堅持有聽 精彩部分還會翻聽 是一個忠實的低迷 嘩 這樣都可以遇到朋友 而且同期入職 同車上落班 同樣都是低迷 這樣的人 能夠成為朋友 機會有多大呢 我想雙方 都在那一刻 都是慨嘆緣分 對 我是一個 有一個一歲半孩子的爸爸 對嗎 而且我被這個女孩 這個女孩 是不是叫W 對 沒錯 我被這個W是大10年 對 你叫做游W 這麼多 對 不知道為什麼 對 本節目由廣州W酒店 特約播出 她是96年的女孩 換言之 我們的朋友是多少年 86年 沒錯 96年的女生 對 還有 她是96年的 而且了解到 她其實不是我喜歡的類型 沒有什麼感覺 我喜歡黑長直 皮膚白的 嗯 OK 那個女孩染了金毛 是 她想要黑頭髮 黑頭髮又長又短的 OK 所以這方面的類型 就是 你還有一個小朋友的爸爸 你來想這些做什麼 對 有時 都是 心裡面 喂 動一下心眼都不行了嗎 不是行不行 其實就好像 你沒試過嗎 你 你拍拖的時候 你沒試過出街 看見另一個女孩 看多兩眼 就是我這個時候 你的心眼應該是一樣而過 就過去了 你又知道別人沒有過 OK 看完之後 她不是我喜歡的類型 是嗎 過了 是 在飯堂吃了幾天之後 她說飯堂難吃 於是我就陪她出去吃 後來因為飯堂的改善 她又回到飯堂吃了 我依然都在外面吃 為什麼你不陪別人 對 又不是喜歡的類型 自己又有小朋友 又有家庭 對 有時中午可能真的覺得飯堂不好吃 對 不過當我一個人出去吃的時候 我發現 感覺又沒有什麼好吃 這個時候我才發現 我已經習慣了有她的陪伴 竟然不習慣一個人在外面吃 死地氣又回去 會不會我是在等一個不可能的可能 這個時候她問自己 開始問自己 其實說明心有所動 對 對 為什麼 接著 她就說 我開始慢慢發現 我跟她在微信上的互動 她回復得很慢 嗯 她回復得很慢 你急不就覺得別人慢 對 有時甚至不會回復 我研究了半天 才發現 坐W 左斜對面的一個男生 叫L 她很會玩啤牌 玩啤牌 W就開始跟L學玩啤牌 每天中午吃完飯之後 L都會主動坐在W的身邊 教她去找啤牌 嗯 前陣子 因為廣州疫情 他們在飯堂 打包了飯 回辦公室才吃 而我在外面的外賣 都是打包飯才吃 我觀察了幾天 發現L一吃完飯 就迫不及待 坐在W的身邊 那種行為 我天天看在眼裡 我不知道應該感覺到 搞笑還是憤怒 時間長了之後 L坐在W的身邊 就越坐越近了 外人看上去 覺得他們很親密 而我坐在W的右斜對面 L坐在左斜對面 一切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有一天我忍不住問他 你準備做賭神嗎 是的 有一天沒有學啤牌 那W怎麼回答他呢 我想做賭侯 他沒有回覆我 可能他用微信 微信 不是當面文 到了第二天 他們沒有在辦公室玩啤牌 我發現他們兩個都不在辦公室 差不多到上班時間 才前後腳回來 原來他們兩個都偷偷地出去了 第二天我假扮加班 我就沒有睡覺 果然到了差不多時間 L又跟W出去了 差不多上班了 又前後腳回來 第三天又是熟悉的配方 又是熟悉的味道 寫什麼來的Fan 其實明顯已經是有躁意了 是 看不過眼 不是這個女生跟我好的嗎 是的 為什麼一個啤牌就被人叫了他呢 雖然說是不喜歡的類型 但是都心生不焚 於是我就忍不住了 我知道他們兩個都應該有路 我要開玩笑問了他們 你們好像有點意思 發展到什麼程度 這個W回覆我沒有 什麼關係都沒有 這件事令我實在難以相信 起碼我覺得L我不相信 男人是最了解男人的 很明顯L對W是有意思的 而且每天都黏在身邊 沒錯 這個Fan說 這個人夫也挺八卦的 這個人夫是喜談 八卦 有意 而且這個噪意也很明顯 看不過眼 對方經常黏在一起 這個Fan問Hero哥 為什麼要選一封這樣的E-mail 其實在感情的世界裡 我們遇到的問題是 每一個人都不同的 對不對 有些是未結婚的 在一對小情侶之間出現了一些問題 有些是不知道怎樣追 有些就分手了 不知道怎樣算 當然了 在婚姻裡 都會出現另外的一種感情 有些就開始了 想盡快結束 有些開始了 不知道怎樣算 有些可能希望自己人生軌跡 從此改變 有些想著 開不開始好呢 在徘徊猶豫間 沒錯 所以其實一些事一些成 可以開播18年來 都是每一期都這麼精彩 這句話看來 只是我自己才敢說 但如果我不說 就別人說 對的 為什麼每一期都可以這麼精彩呢 就是我們有太多朋友 把自己的故事肯跟我們分享 把很多生活當中的他們的片段 他們的故事跟我們分享 我們才知道 原來生活是這麼多樣化的 沒錯 其實很多時候 即是已婚男性 特別是在辦公室裡 看到一些心動的女生 很多事情她是在心裡 她不會跟別人說的 但難得有位朋友肯跟別人分享 所以為什麼會選這封電郵呢 就是目的在於此 這位朋友說 原來男人出軌的全過程是這樣的 也就是 Mail到這裡 還是我們寫Mail來的朋友 還未出軌 沒錯 只不過可能 起了意 是的 他其實喜歡了W 所以 對於所有去接觸W的其他男生 他都視為眼中釘 所以就會有妒忌之心 這位朋友說 看來人有一季之長真的很重要 對 對 對 這位朋友問 Lulu問 Hilgo你這部鷹飛搞定了嗎 哈哈哈哈 世成騎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那 我問了這個女生之後 即是問她們兩個什麼關係 她們就再都沒有在中午外出了 我不問是否會一直每天出去呢 這個只有她們知道了 沒有過幾天中午的時候 L和L又找理由坐在W身邊聊天 果然面皮厚 不怕沒有女生 L的手還有意無意地靠近W的手臂 嘩 這件事令我實在看不下去了 即是我們的朋友一直釘得很緊 於是我一拍桌自己一個人就走出公司 哈哈哈哈 眼不不見為乾淨 太陽很大 我就走去附近小賣部喝料 那一陣子就 然後我看到W拿著LoveQ的小黑傘 經過我身邊 嗯 我們這個真的防止外線很厲害 是啊 這樣我就拿著小黑傘經過我身邊 原來她是去前邊拿筷帝 拿完筷帝回頭的時候 我一直看著她 她有意把傘掛到很低 避免跟我有眼神接觸 嗯 我就這樣見到她遠許 其實我也懂的 我只是希望她可以當我是普通同事 打聲招呼 我心裡也沒那麼難受 嗯 這個朋友說 想不到也有男主角輸了給破黑牌 本質上她是輸給了遊戲 她說請不要跟遊戲較勁 哈哈 無論男女 你也是比不過遊戲 是啊 家長你也比不過遊戲 所以我說 取締什麼課外補習呢 根本就是用錯力 你應該取締遊戲公司 是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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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締遊戲公司 我們的家長才會 哇 額手清慶的嘛 是吧 是吧 要不然你怎麼夠遊戲鬥 你真的怎麼夠遊戲鬥 你作為家長 我真的沒見過一個家長贏過遊戲 是吧 他也說沒見過任何男女贏過遊戲 是啊 人類是贏不了遊戲 是 沒錯 遊戲是人類發明的 怎麼算 這樣 這樣 A 梳尼我的行為 這個W 梳尼我的行為 越來越刻意 我不找她聊天 基本上她是不找我 就算我找她聊天 她也是一句起兩句子 現在吃零食 只要分給她 左手邊幾個同事 包括L 右手邊包括我 就不分了 其他右手邊的同事 真是拜你所賜 本來有的都沒有了 唉 真是慘 這樣 現在我們的Hugo 為何寫一寫成的微信視頻號 有五千八百多人 我們說到六千 凡是千的整數 也有獎抽 對 凡是千的整數也有獎抽 會抽出兩位 好 大家加油加油 只有百多人 已經可以過了 嗯 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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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自己已分 所以我一直都很注意 以前一起走出去外面吃飯 我都刻意跟W 走得比較開 盡量都不會跟W 有什麼身體的接觸 所以我想不明白 是什麼事情 是什麼時候 令W開始刻意 這樣區別對待我呢 自從我被區別對待 在我跟L克爾接近W之後 我發現我的情緒也因為她 而產生了變化 我的心會因為她而痛 我知道 我作為一個有家庭的人 我對她動了心 是我不對 我也知道我跟她是沒有可能的 是沒有結果的 但是十年了 自從十年前跟初戀分手之後 我就一直沒有心痛過 我以為這一輩子感情路上 就這樣了 現在的老婆很愛我 女兒很可愛 我一直都相信感情是可以培養的 但是今次我發現感情 確實是可以培養的 但是心痛的感覺 是培養不到出來的 唉呀 因為你雖然沒有任何越軌的行為 但是你昨天這樣釘著別人 你以為別人沒有反應嗎 你以為別人感覺不到嗎 別人感覺不到嗎 所以都故意避開你 這個很明顯 人是比較自私的 我知道我跟她不可能 但是我還是很奢望地 以好朋友的身份來對她好 以及關心她 真的到了那一步 你又更進一步了 哥哥仔 其實最理想的狀態 就是她在公司不會跟任何人好 你就不用這麼眼冤了 至少在這種狀況下 你又控制到自己的同事 她又不會有其他令你眼冤的行為 是 但是偏偏有一個L 世事就是這樣 你越奢望的東西你越難得到 一直都是我單方面的騷動 難免有一天會打擾到她的生活 於是我就決定辭職了 只有這樣才是對她和對我最好的選擇 看來這個影響也挺大 對你 我覺得其實也不錯 如果這樣 這個時間上做出這樣的決定 是冷靜的 是 你知道再這樣下去 真的一發不可收拾 是有智慧的 跟領導說 辭職當日整個部門 去了一間農莊就餐 一共11個人 我們坐的正方形的膠椅 坐得比較鬆動 但我吃那頓飯也想吐血 哪有胃口吃飯 他們兩個L和W 坐在一起就坐在我對面 Io全程叫W來坐 明明那些位置很鬆動 為何要坐在一起 而且還時不時有身體接觸 整頓飯他們兩個私下聊天時間 多過吃飯 我當時只是想著快點吃完酒 明天都不想來上班 我知道是我妒忌 不過如果L是好男人的話 我會祝福他們 但我覺得L不是 她說話也很沒禮貌 性格有點古怪 她絕對配不上W 當然了 情人眼淚出西斯的同時 對方 對手 在你眼中一定是 一模是處 一定是 一定是跟自己相比 對 你以自己作為標準 那肯定你的競爭對手 不如你 對 沒錯 所以這個沒辦法 對 W聽了這麼多年節目 現在L在她身上 施展霸著你這招 不知道她真的不知道 還是摘家衣不知道 還是當局者迷 所以 W是一個好的女生 有自己的想法 不會隨波逐流 喜歡乾淨 樂觀自信 愛笑 愛笑的女生 運氣通常都不會差 希望她過得好 希望她能夠遇上一個好男人 希望有幸可以被讀出 選擇了我們遇見 但我們選擇了終止 雖然短暫 但是很美好 多謝你有趣的靈魂 帶給我美好的回憶 如果打擾到你的生活 我在這裡跟你說一聲 對不起 這幾天在家 回想起這幾個月的事情 還是百思不得其解 不知道為什麼會發展成這樣 我對朋友一向都很好 我對她也表明過 我一心只是想跟她做好朋友 想不到 是沒有想過 跟她搞曖昧的意思 但她還是刻意地 跟我保持距離 我想問雙低 是否結婚之後 再去交異性朋友 其他人就會以為你 一定想跟她搞曖昧 已婚的男士 甚至乎已婚的人士 是否不配擁有異性朋友 對 到最後話風一轉 就變成一個問題 已婚人士 應否擁有異性朋友 我覺得這個答案 我肯定是可以的 但問題是 在你的所有內心 所表述的行為當中 其實你這種妒忌 已經日於言表 日於言表的同時 我相信 可能W或L都感覺到 這件事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跟異性朋友 好像真的沒有關係 對 對 你簡直當L是情敵 那怎麼辦 對 所以其實你自己 很難把握這個道 我覺得 就好像 阿智所說 對 即是已婚男士 是會有異性朋友的 但跟異性朋友 要發展成一個怎樣的道 我覺得其實好朋友 當然 每個人對好朋友的概念 和好朋友之間 應該可以做到什麼 其實每個人都不同 每人的尺都不同 每人的尺都不同 我想問問我們這麼多朋友 好朋友 你作為一個已婚的男生 或者女生 男士女士 你如果認識一個異性的好朋友 你們的關係的尺度在哪裡 還有8分鐘的時間 大家可以通過微博 通過微信告訴我們 其實好朋友的尺度 會不會是異性好朋友 會不會是大家可以 很開心地聊天 吃飯 有空約在一起吃飯 唱Key 甚至乎一起約一班人出去旅遊 我想這些都是OK的 都是異性的一個朋友 可以正常的交往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了 很多朋友都跟我說 過六千啦 過六千啦 立即提醒了 沒錯 在這裡問大家的問題 聽清楚 知道問題 把答案發上來這個 自憑號 Hugo 為何寫事寫情 我們到時就會接評 接評的前兩位答對的朋友 獲獎 沒錯 就是我們今晚 這個特價推出的 Lion 運動休閒短褲 有哪三種顏色呢 發三個字 三種顏色上就可以了 等待大家的答案 等待大家的答案 嗯 嗯 這個朋友也說 說真的 我自己可以沒有尺度 但別人必須有尺度 即是怎樣呢 這個朋友說 其實男性的尺度 取決於女性的尺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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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了好了好了 阿志 很多朋友都已經把標準答案 正確的答案發上來 對 就是黑白灰 對了 你倒數吧 倒數 321 截屏 好 截了 截屏里面就是 哎呀 宝鴻 差点看成金鸡 哈哈哈哈 宝鴻 和唯独爱 这里我的朋友 麻烦你主动联系一下 我们一些事一些情的微信订阅号 他们就会将奖品 寄给你的 这个朋友说 以婚的男主 不如你可以反问一下自己 如果你的太太有这样一位的异性朋友 你可否接受 己所不辱 物思于忍 当然 在整封email当中 我们写Mail里的朋友 是没有任何的越轨行为的 可能甚至乎越轨的想法都没有 但是他又不知道为什么 就无端端就喝醋 这样的情况 无端就喝醋 已经有朋友回答了 情人眼泪出世思 情敌眼泪变僵尸 所以他觉得 W一切都是好的 L一切都是不行的 这个朋友也跟我们说 阿聂封email的侧重点错了 跟二性朋友 有没有跟婚否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跟结婚没有什么关系的 能不能够造成朋友 造成好朋友 至少要看兴趣 爱好等其他方面 比如说你连玩牌都没有兴趣的话 女生又对牌那么有兴趣的话 既然你跟女生的兴趣爱好 至少在这方面 不在同一个世界之上 80后和90后又代溝很正常的 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忘年交的 这句话会不会对社会 什么人的朋友也挺大打击 你80后还是你90后 不是什么都谈得到的 虽然难听些 有时又说得挺有道理的 而且我们的男主 其实你有时 有朋友 有朋友开玩笑 你内心气太多 其实我虽然觉得 这么说不是挺有礼貌 但事实上我也觉得你是 比如说你们两个一起出去吃饭 饭团好后人家就回去吃 你又不回去吃 如果你真的对人家有意思 你真的想和人家做好朋友 好朋友说哪里吃就哪里吃 无所谓而已 所以很多事情代表 其实你想想 你是有你自己一个 很独特的视觉和观点 其实我觉得 以我自己来说 结婚之后 尽量不要跟异性 以前婚前的那些 异性朋友 或者异性好朋友 大家经常玩在一起 那些 太太都知道的 那些你可以保持住 保持好朋友 即是你尽量分后 不要生息 如果你分后 生息异性 你们无意之中 发展成好朋友的时间上 无意之中 这四个字都学习 无意之中 你发展成好朋友的时候 你一定要警惕一件事 就是你必须要将这件事 给你太太知道 我最近可能和哪个 哪个和阿智一起玩的 原来哪个又喜欢和阿智一起玩的 大家一起玩 有空一起玩 必须要将你们和异性交集的活动 完全一后果 拉起你太太去 对 拉起你太太去 让他知道 让他懂 这个是基本 这个是底线 第二就是 你自己都要知道 结婚了 结婚了 其实一个男人 通过吴亦凡这件事都知道 顶流明星 是不是 二十多岁 出道十年八年 几十亿身家 对谁来说 都是一个梦 都是一个梦 但问题是 如果在这方面 两性关系方面 把握不好的话 其实梦碎那天 是会很快到来的 你说其实老实实 坦白说 对不对 我都经常觉得 如果你是真的 你说想有一个人 如果真的想要一个性伴侣 的话很简单 没有任何的欺骗 我只是跟你 我可能跟你 就是开明居马 是 没错 这么低俗 开明居马 怎么低俗 像几词语 言简意该 没错 你这些东西 你大家都明白 对不对 你又不要希望 在我身上帮你帮你 帮你帮来什么流量 跟女生说清楚 对不对 我在经济上 我或者可以补偿你的 随便 那些具体的东西 我就不知道 这样 清清楚楚 其实 如果清清楚楚 不会出那么多事 一个男人 我跟你说 特别是 你三十多岁 四十岁 这个时间上 特别是有很多家庭 万一在两性关系方面 出了问题的话 你很惨 我跟你说 你很惨 你惨得不得了 对了 这个朋友说 他的行为 的倾向不是说 对方是否好朋友 是要他在自己身边 不让别人戀愛那种 对 没错 他就很想 那个女生 很崇拜他 接着呢 又不认识其他 異性朋友 又很爱慕他 但我们的朋友 就是我结了婚的了 对方做得到的 对方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